全中哈馬斯同意接受調停 進行三階段停火協議 但以色列拒絕接受 持續轟炸加薩南部大城 拉法數十個目標 拜登和納坦雅胡 再次通話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歐 和法國總統歐盟主席 進行三別會談 聚焦貿易與俄烏戰爭 習近平呼籲別借俄烏戰爭抹黑中國 被稱為女版柯瑞的克拉克 以選秀狀元之姿 加入美國職業女籃 在大學時狂飆三分球 是全美之名球星 現在正式加入WNBA 更帶動關注度 英國路邊變電箱 變身電動車充電樁 利用已存在的路邊設施進行供電 大陸進行大規模設備更新計畫 擴大充電基礎設施 八台車同時充電 半小時快速充滿八成電力 日本職場生態大翻轉 面試官需交履歷表 讓求職者挑選 還有公司推行下屬選上司 社內出版長官手冊 以降低離職率 另外甚至出現代客 申辦離職新行業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一起來關注加薩戰爭裡面 拉法的戰事 在國際各方施壓反對之下 周二以色列在清城 還是揮軍進入加薩南部邊境城市 拉法 拉法這個地方是取得援助物資 從埃及要進入加薩的關鍵點 這個關卡呢 現在已經由以軍全權控制 在前一天以軍呢 先命令拉法東部 那邊大概有10萬名 這個巴勒斯坦的平民 趕快先撤離 就在他宣布 這一個撤離令之後不久 哈馬斯突然宣布 同意三階段停火協議 顯然呢 是對於以軍打算 地面攻進拉法 開始感到忌憚了 但是以色列強硬拒絕 以色列的說法是 哈馬斯要的停火計畫 没有满足以埃所設定的停火協議 周二 居中調停的卡達代表團 到埃及繼續就停火協議 展開二輪談判 而美國總統拜登 也再度跟以色列總理通話 白宮再次強調 反對大規模地面入侵拉法 而聯合國也警告 拉法的行動 將會為這個區域帶來毀滅性的後果 朝著寫著加薩字樣的設施挺進 以色列國防軍第401裝甲旅坦克 周二清晨緩緩使入加薩與埃及邊界的拉法關卡 根據以軍公布的畫面 巴勒斯坦這一側已升起以色列國旗 宣告拿下了控制權 拉法是援助物資進入加薩的重要入口 巴勒斯坦官員表示 在以軍坦克佔領後 通關以全面喊喀 加薩當局指 這等於是對加薩人判了死刑 特別是病患和傷者 從埃及一側則可以看到 以軍連夜空襲拉法 造成至少二十人死亡 數人受傷 沒有說 只要我們擔心 我們擔心 我們在這個地上 我們在這個地上 我們等待會 這些戰爭 在這個戰爭的戰爭 消息人士透露 以色列對拉法的有限行動 主要是向哈馬斯施壓 促哈馬斯同意停火和釋放人質協議 前一天就在以色列 下令拉法東部十萬平民撤離 幾個小時後 哈馬斯突然宣布 接受停火協議 顯示以軍入侵 迫在眉睫 得知哈馬斯松口同意停火 拉法居民歡欣鼓舞上街慶祝 但沒想到隔天起床 再度面臨以軍空襲和炮擊 據瞭解 哈馬斯同意的 並非跟以色列和埃及 談判的架構 以防說遠遠未達到他們的核心要求 以軍將持續推進拉法公式 但也會持續談判 美國白宮表示目前正在解釋哈馬斯的停火回應 美國總統拜登也再次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通話 重申美國反對以軍 對拉法發動大規模地面入侵 以哈協議還喬不攏 但白宮力促和平談判持續 凸顯拜登政府試圖結束這場歷時七個月的戰爭 聯合國也警告 對拉法的地面攻勢 將會為區域帶來毀滅性後果 周一以軍發傳單 傳簡訊廣播通知 要拉法東部居民撤往地中海沿岸 人道區域馬瓦西 不知道已搬了幾次家的巴勒斯坦人 只能無奈再次收拾行囊 把所剩無幾的家當搬上汽車 旅車或腳踏車 前往已經擠了45萬人的地區 我們已經擠了四十五萬人的地區 我們已經擠了這個 我們已經擠了這個第三次 還是第二次 我們還要擠了這個 我們不懂得分辨到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不懂得分辨 加薩平民的處境叫人看了心酸 但以色列堅稱拉法是哈馬斯 在加薩最後的主要據點 之前的軍事行動 以瓦解哈馬斯24個營中18個 在拉法則有4個營 必須派地面部隊剷除 加薩戰火不止 全球挺巴勒斯坦抗議也不停歇 6號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慈善晚宴登場 場內星光翼翼 場外則上演反戰示威 參加者高舉結束占領巴勒斯坦 關閉校園等標語 現場警方逮捕數人 索性無人受傷 另一邊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則宣布 因一連串校園抗議 確定取消5月15號的大型畢業典禮 改由各學院各自小規模取辦 以色列民眾周一晚間也走上台納維夫街頭 呼籲政府接受人質協議 換回他們心愛的家人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好 來看到關於以哈戰爭 這個話題呢 也進入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總理馬克宏的會談裡 這是習近平五年來第一次出訪歐洲 第一站選在法國 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還有歐盟主席進行了三邊會談 他們的會談重點聚焦在貿易以及俄乌戰爭 還有世界上另外一場以哈戰爭 習近平特別呼籲那麼各國不要藉著歐盟戰爭想抹黑中國 態度呢相當強硬 另外習近平跟馬克宏共同倡議 今年巴黎奧運期間全球的戰士都應該暫時停火 也明說希望以哈趕快止戰 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 歐盟各國和中國在經貿市場上是競合拉鞠 習近平接下來要訪問的是塞尔維亞和匈牙利 經濟上都相當依賴中國 儘管各自都付出了不同的代價 烈日俠並肩立正 聽法國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 5月6日上午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始了訪法的緊湊工作行程 在巴黎商賓院接受歡迎儀式 但也有不歡迎他的聲音 可惜的是兩國元首會談重點 真的不在新聞與資訊自由 而是貿易爭端 中法歐三邊關係 烏克蘭與以哈戰爭 法國時間5月6日 中法歐三邊會談在巴黎展開 去年秋天 法國力挺歐盟 對中國電動車展開反捕貼調查 貿易戰引然開始 但現在歐盟與法國又希望 借助中國與俄羅斯的好交情 趕快將烏俄戰爭結束 儘管在貿易爭端上 歐盟與中國似乎沒有太多建設性結論 隨後的中法雙邊會談 看來成果較樂觀 不僅中法雙方從航空到農業等 共簽下18項跨部門產業合作協議 後來還真的談到了促進世界和平 中國願同法方一道 以巴黎奧運會為契機 倡議運動會期間 全球停火指戰 我們呼籲推動加沙立即實現 全面可持續停火 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 習近平五年來的第一次歐洲之行 也希望藉著表示調停止戰的意願 進而重組全球秩序 他並再度強調 中法因共同防止新冷戰或陣營對抗 推動平等有序的多極世界 不僅關心到中國賣什麼東西給俄羅斯 馬克宏也很關心法國酒賣進中國前途堪憂 一月份中國開始對歐盟進口白蘭蒂進行反傾銷調查 最高可能徵收超過218%的關稅 法國干義白蘭蒂能否得到豁免 關係著整個干義地區白蘭蒂生產鏈業者的生計 法國巴黎人報引述法國外交消息人士透露的訊息 中國方面已承諾反傾銷調查有結果前 不會立即針對法國這種高價酒類徵收高關稅 隨後馬克宏在巴黎愛麗社公設宴款待習近平夫妻 不僅慶祝中法建交60年 雙方也交換包括詩集與翻譯小說等禮物 習近平下一站將前往塞爾維亞 首都貝爾格萊德街頭 已提早一周掛上五星席 官方態度是熱烈歡迎 巧的是習近平抵達的日子剛好是25年前 南斯拉夫內戰時 北約戰機炸毀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的同一日 儘管美國後來聲稱誤詐 但也奠定了塞爾維亞官方 原美親中的態度至今不變 中國還是在國境內佔比最大的外資 從收購廢棄老鐵廠讓污染持續到輪胎工廠涉及虐待勞工事件 中國資金現在讓塞爾維亞民間有點擔心 分析家也批評中國資金讓 塞爾維亞作風獨裁的總統武七奇 繼續穩固經濟大權在握 習近平反歐的第三站 匈牙利也有力挺中國的 右翼民粹主義總理奧班 歡迎中國投資 但中國電動車廠到匈牙利拖點 某種程度上是個威脅 匈牙利外長不滿歐盟在經濟上防堵 中國特定產業擴張過於消極 可能讓歐洲企業在某些新市場 如電動車相關產品上繼續吃敗仗 面對中國如何在競合關係中保持平衡 還能維持友好交流 對歐洲各國都是考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提到中國 中國大陸的五一小型長假 五天假期一結束 就是中國趕快驗收 內需經濟消費如何 那麼這一次呢 國內的旅遊年增7.6% 而中國大陸的民眾呢 在長假裡面平均花費人民幣565塊錢 比起疫情前下跌了足足超過一成 這個足以顯示呢 現在中國大陸的民眾 在旅遊消費的時候收緊荷包 至於在五一的出境旅遊方面 五天出境的人次高達846萬人次 比去年大增了35% 但香港哀叹 他們吸收到的陸客人次 比去年只增加了22% 那麼陸客到香港要消費或者是過夜 這次在五一的小長假裡面 香港的商家幾乎都落空了 把貨架上的商品一個個裝箱打包 在香港旺角開設日貨店的48歲 余老闆看著自己投注十多年心力的店鋪 因為來客慘淡 只能關門大吉忍不住感慨萬千 曾經的旺角是香港最熱鬧的逛街區域 到處擠滿了血拼人潮 不僅香港人自己愛逛 更是自由行陸客絕不會錯過的朝聖點 但如今整條街上到處可見拉下的鐵門 以及招租的店鋪 即便剛過去的大陸五一小長假 五天假期累計有76.6萬人次陸客來到香港 讓冷清的旺角街頭 終於出現平日難得一見的人潮 但店鋪提代率卻是寥寥無幾 百貨商場同樣不見 多少血拼人潮 街邊開設的飲茶餐廳更是罕見來客 整間店只有稀稀落落兩三桌 如果現在讓我買奢侈品的話 我可能會更傾向於去日本買 對 然後在香港這邊的話 我覺得如果要是消費的話 可能就是買一些特色的小吃 對 然後感受一下當地特有的 這種食品之類的就可以了 對陸客來說 體驗香港氣氛才是旅行的目的 所以過去在港距離多次出現的 由麻蒂舊警署 就是陸客熱門打卡點 或者來到維多利亞港旁邊的 星光大道上 模仿香港首富李嘉誠 拍下一張姿勢雷同的照片 上傳社交媒體彰顯到此一游 其實就算是一種跟風吧 告訴大家 這個我也做了 我也拍了 然後跟著小洪叔的路線走的話 可能還會途徑比較多的景點 大批陸客還願意冒著淋雨風險 等待一個下午 只為觀賞五一當晚的煙火表演 這次香港政府在五一節弄那個煙火 我覺得是對遊客的一種熱烈的歡迎 然後我覺得這次的感受也非常好 但煙火結束之後 陸客就陸續搭車離開 不會留在香港過夜 因為就是如果是同樣價位下的話 我可以在周邊 比如說深圳住到更好的酒店 更好的環境 而且來到這邊的話 也不是很費力 我今天可能就一個小時左右 就到這邊了 所以就是還是會選擇住在深圳 就是便宜經濟實惠 因此儘管這個五一小長假 訪問香港的陸客比去年高出22% 但與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 仍然少了兩成三 而且人次沒有達到節前的預估 旅遊團也比預期中少了超過100團 業者直呼生意難做 希望港府能有更多作為 來協助產業發展 但港府官員向媒體表示 香港正經歷轉行政痛奇 呼籲業界反思 還強調追求重回疫情前的數字 是不切實際的 更有官員把生意難做 與全球經濟復甦乏力 甚至五一天氣不好掛鉤 雪上加霜的事不但陸客減少在港消費 就連香港本地人也不願意留港消費 而是到CP值更高的深圳或大灣區修行逛街 客層流失成為旺角與老闆被迫關店轉為網購的最後一根稻草 與香港隔珠江口相望的澳門 五一小長假期間 入境陸客達到48.7萬人次 雖然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將近三成 但同樣比節前預估的65萬人次少了許多 因此像大三八這些旅遊熱點的店家喜盈人潮 但在非旅遊區生意相對難做 而在當前中國大陸瀰漫的消費降級氣氛之下 雄游正當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自從ChatGPT2022年底問世之後 全世界有關於深層式AI的應用是爆炸式的成長 很多企業希望導入新技術 而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 或是發展出新的商機 最近韓國爆紅的電視劇《類之女王》當中的唯美雪景拍攝 所有背景都是深層式AI製作 演員是在虛擬棚裡面拍攝的 這顯示AI應用層面越來越廣 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領域 想要夏天拍出唯美雪景不用等 電腦一鍵指令就生成 韓劇《類之女王》上月底高收視完結 一週過去網路熱度依舊不減 劇中女主角在雪地裡演出的場景 尤其讓影迷印象深刻 不過最近製片商揭秘拍攝手法 片中唯美雪景原來根本就不是在下雪時拍攝 而是利用生長式AI製作出背景 再讓演員在虛擬棚拍攝完成 這次拍攝時拍攝時拍攝時拍攝的時候 我們也有想到這部分 我們也想到這部分 我們想到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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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的部分 我們是生成用AI製作的 AI迅速變成創作的好朋友 而像《類之女王》這樣將AI技術 運用在藝術娛樂作品上的手法越來越普及 近期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也是在最先進的策展與科技支援下 開辦了新一期睡美人時尚蘇醒展覽 透過聲音 嗅覺與視覺藝術等多重感官體驗 向觀眾揭示經典時尚傑作 前所未見的一面 而除了藝術創作外 位於耶路撒冷的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為了一年一度的大屠殺紀念日 最近也開始有研究人員 利用AI技術蒐集 審查當年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 再將證言中提到的罹難者姓名 和資料庫中的資訊作比對 以歸還這些無名失望者身份和姓名 在過去兩年 我們開始用了AI的模式 進行證據 所謂逮捕人們 在過一年 人工智慧應用用途廣泛 除了運用在影視娛樂創作 资料库搜寻比对外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也同步吹起AI热 部分竞选团队试图利用 人工智慧技术生成竞选文宣 撰写新闻稿 要在大选资讯站取得先机 不过专家提醒 民众不应盲目尽兴AI及候选人 提供的所有竞选消息 虽然利用人工智慧创作 助选可能引发争议 但科技应用得当 仍然可以有正向的贡献 在阿根廷就有一批生技科学家 为解决城市中的空气污染问题 与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合作 打造出国内第一个光合生物反应器 液态树 运用碳捕捉技术和微造的光合作用 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 根生职能 触发空间的情况下作为重述的替代方案 帮助减缓日趋严重的文时效应 T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为什么这个城市会进入新闻焦点 它是在首尔西南边 经济到华城市 80年代发生了震惊南韩社会的 华城连环杀人案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城市被贴上负面标签 而华城现在位居南韩人口第五大的城市 市中心高楼林立 而且还保留了伊商傍海的美景 成为一个拥有多样面貌的城市 华城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 除了它本身的地理位置优越之外 加上南韩政府积极推动政策 吸引了很多企业 到华城去投资设厂 才能够有良性循环 目前它已经转型成为科技重镇 1986年到1991年 华城市的小村庄有10名女子先后遭杀害 华城连环杀人案多次登上媒体版面 让韩国人们一听到华城一死就害怕 案件2003年还被翻拍成电影杀人回忆 成了经济到华城市居民最不光彩的印记 不过现在这个都市似乎一经甩开洗日阴霾 大量人口涌入摇身一变 成了全国人口排名第五多的地区 2001年升级城市时 华城只有21万元 历经23年人口成长5倍 今年更直接突破100万元 而且年轻人口占多数 平均年龄才38.8岁 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 不只量的提升华城市政府近年来不停推动值的转变 现在华城财政资历度是全国第一 地区生产总值同样也是全国第一 究竟什么原因让华城如同脱胎换骨般的大翻转 背后主因离不开南韩企业大量进驻 2000年代初期 不少人试图逃离首尔市 希望前往蛋白区寻求窜息空间 浪漫的海岸线 南部的山脉紧靠 拥有一山傍海独有美景的华城 成为这些人口选定的重新出发地 人群逐渐聚集 土地宽敞又便宜 还有地理位之家 这些优势开始吸引企业 前往当地设立汽车和半导体工厂 比鲁三星电子就在华城建造了半导体工厂 去年6月超前全球发表的首款 三奈米晶片就是出自华城工厂 现代汽车2003年也在华城填海造地 建设可以容纳8000名研究员远的研发中心 近期更打算要在华城市 搭造电动车工厂的主要生产基地 还有荷兰大厂艾斯摩尔 也看准这一地区的未来展望 进驻华城市 逐渐成为科技重镇的同时 华城都市面貌也没落下 尤其市中心东滩区持续跟上改变步伐 原先的低矮平房少了许多 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名利景象 只是当地政府担忧太过仰赖单一企业 地区经济随着这些半导体企业的起伏有所动荡 华城市2018年修订相关条例 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当地 这座刚起步的新城市正持续发展 今后交通只会越来越方便 目前搭乘GTX首都圈广域即行铁道 只要20分钟就能抵达首尔 政府三月加码宣布加快道路建设 扩建连接华城龙人等工业园区的高速公路 地铁方面连接首尔乳伊岛和华城市 湘南义的新安山线延长工程也正式启动 政府政策和企业投资持续为华城注入发展动力 过去负面社会新闻逐渐被公众淡光 乐区凡人的景象似乎正描绘出朝鲜镇组 当初命名华城时心中足向的富饶之乡 TVBS新闻组合报道 Focus今天国际人物是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WNBA最近出现的超级新星 22岁爱荷华州出身的凯特琳·克拉克 因为神准的三分球 她从大学校队时期就一直被外界称为女版柯瑞 上个月她告别了大学校队生涯 以状元签的姿态入选WNBA 印第安娜狂热 季前赛门票就已经因为她销售一空 刺激了美国体育门票销售网站 整个销售量上升了93% 包括了纪念球衣 相关的联名商品全部热销抢购 她带出的经济效应跟乐坛天后泰勒斯有得比 神转投篮 传球给队友得分的反应速度 看得让人热血沸腾 三分线也几乎是百发百中 她是美国女子之篮WNBA 今年超级新星 今年22岁来自爱荷华州的凯特琳·克拉克 克拉克从爱荷华大学校队发击 擅长超长距离三分球 经常被拿来跟NBA球星Steven Curry相比 大学生涯累计130场比赛 拿下3685分 打破美国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 54年来的记录 上个月他在大学生涯最后一战 缔造1870万收视的高峰 超越过去一年所有美国直篮NBA赛事 一毕业就投身美国女子直篮WNBA 克拉克在上个月的选秀中 被印第安娜狂热以状元签选中 这场选秀转播吸引240万收视 是去年的四倍 克拉克为美国女兰带来的经济效应 堪比歌谈天后泰勒斯 他一入选印第安娜狂热 22号球衣立刻被抢购一空 几支WNBA球队也为他即将带来的看球商机做好准备 将主场移到更大的体育馆 他的魅力延烧 加盟记者会上甚至有一名男记者 在提问时比出爱心首饰当种示爱 根据ESPN数据统计 克拉克在爱荷华大学时期 客场比赛平均可卖出1.3万张票 他入选WNBA成为职业球星后 刺激美国售票网站StopHub上 女兰球赛门票销售增加93% 他周五晚间季前赛票价上看一张104美金 约合台币3360元 比NBA印第安娜六码季后赛的票价还要高 美国只能NBA向来被视为超级印钞机 球员年薪平均950万美元 约合台币3000万 相较之下 WNBA女兰球员只有13万美元 约合台币420万 克拉克虽然顶着超高人气 但身为菜鸟球星的他 加盟年薪只有7万8美金 约合台币252万元 一线NBA球星的年薪是他的137倍 充分看着体育转播 美国奥勒冈州这间酒吧主打只看女子运动比赛 两年前开业前8个月赚进94.8万美金 约合台币2900万元 成果疫情空装期 如今看准克拉克带来的转播商机 老板打算从今年开始推出全国性的加盟计划 目前已经收到上百份合作加盟邀约 除此之外 他们也获得一家基金会的投资支持 业主正是美国退役网球女将小威廉斯的丈夫 Reddit构同创办人奥哈尼安 近期接受CNN专访 小威廉斯强调她看好美国女子体育发展 现在处于起飞的时刻 向来不受外界关注的美国女兰 因为一个22岁的天才球星 带起前所未见的热潮 也让女性运动能见度大大提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看的是日本职场 日本企业现在最苦恼的是 怎么样真才 真才之后怎么留下他们 日本人力银行的统计 社会新线人有闪电离职的迹象 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对职场 真正进去之后 跟原来的想象有太大的认知差距 日本企业就推出了自选面试官 让求职的人对企业的认识跟兴趣能够提高 另外还有自己选上司 公司内部发行主管指南 每个主管的强弱项一目了然 员工按照问题快速找到相对应的主管 说是可以找到更有效率的帮助 社会新线人摆石学艺 替自己换上讨喜的笑脸 好在求职过程给企业留下好影像 没想到顺利进入职场后 笑不出来了 今时不同往日 年轻人虽然是社会菜鸟 却很清楚自己不要的是什么 对于公司的食言而肥 年轻人勇于表达 于是催生出退职代行 生意真真与上 辞职者陆续上门 离职代理公司也压抑 4月新年度才开始 已经有超过100起委托 日本大型转职人力银行透露 去年4月注册会员的社会新鲜人 达数千人规模 是由统计以来最多 若以2011年起算 财道值就盘算着跳槽的企业菜鸟 去年保增近30倍 人民银行也发现离职原因产生变化 过去大多来自主管压力 近来则是偏向个人与环境的认知差距 为了降低雇佣彼此的误解 由企业在面试阶段就开门见山 游戏规则白纸黑字讲清楚 增加求职者对未来的解析度 在这个大缺工时代招逼买马 老板们要各自出招 日本科技商反转传统模式 主动送上面试官履历 求职者可自由挑选 两者立场完全对调 工作最有成就感的瞬间 学生时代努力的是 兴趣 休闲娱乐等等 以前让求职者头疼的人物测写 现在全都由面试官打好打满 不过人力大稀缺 企业不止要被选上 还要能留住人 于是由老板出大招 让员工自己挑主管 主管虽然职位高 却并非试试通达 而这本超重要的上司选择制度 把各单位主管优缺点 赤裸裸地摊开 这本手册就像是主管使用说明书 将应对部署内容 细分多项 包括考机评比 工作指导 技术培训 烦恼排解等等 由全公司给予评分 当自己有不同问题时 就能翻开掌官指南 找到能力相对应的主管 掌官指南除了方便职场沟通 员工也能清楚知道主管的强弱项 当彼此建立信任后 下属便能自发信的辅佐上司的不足 形成坚固的互助网络 加速员工成长 创造企业 主管 下属的通营局面 第一个新闻众报道 关注各国力推电动车转型 也努力克服影响电动车普及的关键 就是充电设备 报道当中 英国把被淘汰的变电箱 改造成更绿能的充电桩 而美国正在试验 让车辆在高速公路行进的时候 无线充电 说是来自手机无线充电的道理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充电设备 在去年大增超过六成 今年继续在各省大规模更新 电动车开到路旁挺好 再到后车厢拿出自备的电线 替车子充电 而这座充电桩有点特别 因为它的电力就来自一旁 也是在英国街道常见的传统绿色变电箱 把这些已经淘汰的电箱 改成目前需求越来越高的电动车充电桩 是英国电信龙头BT旗下的新创 正在进行的全新试点计划 从电箱的设置点到一整个箱体 通通再利用 而这项试半功倍的改造任务 不只给电动车车主方便 也有助实现国家的净零碳排目标 根据英国一份民调 有将近四成的受访者表示 假如不是担心充电设施不够用 早就入手一台电动车 当中又以郊区居民最担心 而这第一个由电箱改造的充电桩 将开放居民免费充电到五月底 电信新创的下一步 是要将试点计划扩大到英格兰西越克区 以全英国六百个充电桩为目标 中国大陆则继续在政府的主导下 加速发展电动车转型 当中也包括大规模的充电设施更新 扩大同时升级 以南京市部分公路休息站的充电设备来说 每小时最高功率已达到480千瓦 可让八台电动车同时充电 且能在半小时内充满80%电力 杭州市则计划砸下和台币超过6亿4千万的资金 在今年新建并翻新3000座电动车充电设施 预计将带动相关供应链发展 至于美国也没慢下脚步 由普渡大学和印第安纳州交通厅合作 在231号美国国道一段约400公尺的路段展开实验 让车辆在正常高速公路的行车速度下无限充电 这是充电于无形的原理 研究人员以手机的无线充电来做比喻 从电动车到充电设备不断更新 还有驾照 全美免满18岁的民众 必须把现有的驾照或身份证更新为real ID 真实身份证 因为2025年5月7号之后 负责机场安检的运输安全管理局 还有边境巡逻队 将不再认可旧版驾照作为搭配机 跨越边境的有效身份证 一些州早在十多年前就执行 但一年后的今天则是全美50个州 华盛顿特区和领地强制统一标准 大多数的州会有一颗星星在新本宣分镇的右上角 部分州例如加州 则会把星星的外观设计做点变化 TVB也需要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